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个化底妆的流程和步骤 以及如何打造精致底妆的一些要点和技巧 如果你感兴趣就接着往下看吧 在我皮肤比较干的时候 我会先附一个面膜 面膜的选择 我觉得它只要达到保湿的效果就足够了 然后等个10到15分钟再把它去冲洗掉 这间空气的时间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起来关火手机 像这种比较粘腻的面膜 我一定要把它冲洗干净之后 再进行护肤的步骤 接着用这个Syslip全能乳液 早上的护肤工序我会比晚上少很多 因为我的需求就是 只要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 我觉得就够了 每一道工序之后呢 在脸上稍作停留 等待它充分吸收之后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等它完全吸收后 再涂一个防晒霜 防晒霜的用量呢 差不多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很多人问妆前乳或者是底妆中有防晒的功能 那还需不需要再涂防晒霜 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像通过妆前乳或者是底妆进行防晒 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紫外线的照射会使皮肤变黑长斑 甚至可能会衰老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防晒 每天都不能少 我们等防晒霜吸收成膜之后 再涂妆前乳或者隔离 今天用到的是这一个 粉紫色 它是有提亮的效果在的 很多浮粉或者脱妆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靠妆前乳解决 有些产品呢 还会有抚平毛孔的功效 皮肤特别干嘛 这款就比较油 我觉得就比较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你们就不一定 不一定要跟我买的一样 主要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肤质 每一步骤结束之后呢 都是需要等大家吸收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 第三步呢就是遮瑕 对于先上遮瑕还是粉底 这个问题呢 各有各的说法 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对于不同需求的遮瑕 上妆步骤也是不一样的 像这种绿色或者是橘色 跟我们肤色差异比较大的色块 我选择放在粉底之前 使用 因为它比较容易看得出遮瑕痕迹 用绿色遮瑕遮一下脸上泛红的区域 橘色遮一下发青的黑眼圈 脸上的一些小斑点或者是小痘印呢 就没有必要去先上遮瑕 等等会底妆上完之后 它们一般就会不见了 对于那些颜色比较深的或者是凸起的痘痘 那我们最好等到粉底液之后 然后用遮瑕液遮盖叠涂 第四步呢就是粉底液 是我们整个底妆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那粉底液的作用呢就是均用我们的肤色 然后让我们的肤质看起来更加健康 所以在粉底液的选择上不一定是越白就越好 也不一定是遮瑕度越高越好 所以我们在粉底液的选择上还是要亲自去专柜试一下 然后挑选出真正适合我们自己肤质和肤色的产品 如果你不着急买错色号了 那也不用急 因为粉底液是可以混合使用的 而且浅色的粉底呢可以起到提亮的效果 深色的呢你就可以用来加深脸部轮廓 然后达到修容的效果 现在粉底液呢我选择把这两瓶混合一下 因为它们一个主打的是持妆和遮瑕 另一个主打的是清透跟滋润 我觉得把它们两个混合一下效果还蛮好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皮肤比较干 可以滴两滴精华在刚刚的粉底液上混合一下 或者喷一下这个保湿定妆喷雾 然后把它们均匀的点在脸上 美妆蛋白打湿 然后用餐巾纸把里面的水挤干 将粉底液在脸上拍开 一定要注意力道均匀轻轻拍打 千万不要摩擦或者是推开 对于要遮瑕的地方可以叠涂一点粉底液 然后再拍开 鼻翼眼下和嘴角的位置呢要重点注意 因为这些地方叫容易卡粉和起皮 可以看一下左右边的对比 另一边呢我就用气垫给大家看一下差别 用到的是ysl的这个羽毛气垫 同样也是以按压的方式上妆 气垫呢就比较方便出门也比较容易补妆 但持妆力度肯定是没有粉底液来的效果好 鼻翼这边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气垫折一下 然后用细节的地方去拍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边的妆效 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奶油机的妆感 然后用定妆喷雾把美妆蛋喷湿 在脸上拍打按压 这样呢就可以带走多余的粉底 时妆感更加轻透 而且时妆力度也会更长 脖子的位置要进行衔接 底妆的最后一步呢就是进行定妆 油皮对于定妆最重要的需求呢就是控油 色的肌就可以选择具有消炎作用的产品 干皮呢就可以选择主打保湿的定妆产品 需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液体的和高状的产品 都必须要在粉状物之前使用 那后续使用到的腮红修容和高光这些产品都必须要是粉状的 因为这个直接能够影响到你整体妆容的通透感和服贴度 那如果你要使用高状的和液体的产品 你就必须要在散粉定妆之前 就可以把散粉这个步骤放在我们化妆的最后一步 我今天还是用NAS的这个蜜粉柄给全脸定下妆 我觉得这款是非常适合我的 那现在呢整个底妆的步骤就完成了 我现在继续把妆容完成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底妆的话 画法及步骤 笔记呢我已经帮你们整理好咯 一起看见吧 觉得有用的宝宝呢可以把这个画面给截取下来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